彻底改变了这个春节 随着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增加 几乎所有的人生活都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 但在这次疫情之中 我们应该更加自豪 我是一名中国人 还记得战狼二 众多国人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 在中华大地上 每一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 我们都能看到国家一定会不遗余力 不计成本的去关心民众 正有一方有难 八方志愿的社会和爱心 面对疫情我们要做到 首先不恐慌 做好自身防护工作 二 相信国家及时了解疫情的进展 三 如果经济允许 想因国家募捐号召 为国家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在这次疫情期间 也有很多的现象 值得我们去关注 春节期间 多款视频社交游戏类产品 排名大幅上升 在疫情的影响下 大多数人只能宅在家中 线下娱乐的溃滑导致线上活跃度猛增 同时线上的互动数据 我们也可以看到线上媒体正在成为信息传递的主通道 这次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 有很高的相似度 2003年的非典 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 死亡349人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次救灾中 卫生部总计投入3万名医护人员和7万名解放官兵 耗时近半年 终于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瘟疫战 在那一年 各种谣言导致全国人心惶惶 大量的餐饮 住宿 旅游 超市 闭门停业 工厂停工 学校停学 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系统几乎坛 但正是那一年 受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被迫困在家中 很多新型的商业得以崛起 刘强东从电脑城批发组装电脑 创建了京东商城 马云的电子商务淘宝忽然变成了刚需 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腾讯的QQ下载量曾指数级的增长 并且开始收费 03年是互联网逆势崛起的一年 也是虚拟经济真正被人们所接受的一年 这次疫情 对很多抗风险能力差的小企业来说 可能是压死垮乐透的 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危机的背后 就是新的机遇在诞生 飞铁时期成就了腾讯 阿里 京东等互联网企业 三聚清安牛奶事件 成就了六个核桃 鹿鹿 椰树椰枝等企业 迅速崛起的企业 都是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在危机之后将诞生新形式的庞大市场 我们无法改变当下的宏观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洞察宏观的发展态势 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新机遇 在这次疫情中 我看到了十个行业将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 第一 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从这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的医疗体系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 医疗改革已经多年 但收效甚微 这次疫情初期谣言四起 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究其原因是武汉医疗系统的应急措施不力 同时也是全国医疗系统的一次拷问 所以这次疫情国家会更加关注 医疗系统的改革与深化 第二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这次疫情是继03年非典后 又一次对全民普及健康及教育的一件大事件 当我们受到生死危机的时候 就会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 每一次疫情考验的都是我们的身体素质及抵抗力 从疫情发展来看 老年人及儿童抵抗力有待于更好的提升 这将在未来影响以下的产业发展 第一 体检行业将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 第二个 老年人的健康产业将会受到重视 现在我和老龄人口越来越多 老年的运动设施及器材将会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第二 老年人的健康饮食保证将会受到重视 第三 老年人的护理工作的需求将会增加 这次疫情让很多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老人 从而更加关注老人的心理 从而更能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 第三 医疗黄富防疫用品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大量的需求 有人说这次疫情过后很多人可能犯上洁癖 我想这次疫情增加了人们的卫生和保洁意识 第四 电影的互联网化推进加速 这次疫情影响了很多春节当电影的上映 同时也爆发了很多的亮点 过去电影依靠的主要是线下渠道 而这种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 九妈春节当的狂轰乱炸 为这个阴霾的春节增添了新的话题 徐征不顾所有线下越线的谴责 以保底价6.3亿卖给了字节跳动 并在抖音 西瓜 火山 今日头条等视频上免费播放 这对整个传统的电影产业来说 是一次危机 倒逼 供给侧改革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中国文化正在通过互联网走向海外市场 将会带生大量的像李子柒 徐征这样的新的文化群体 用互联网工具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第五 食材物资的严格监管及新型产业的升级 这次疫情 病毒企业于野生动物非法贩卖 致使疫情爆发 疫情过后将会迎来全国的彻查 同时市场的监管及简易力度一定会加大 现有的市场环境也将受到国家的重视 涉及民生的菜市场升级改造势在必行 那么将带动以下几个产业 一 市场改建升级将带动建筑装修装饰行业 菜市场的智能化升级改造 将有可能成为2020年最重要的民生工程 二 市场监管简易 阳额将改变原有的供应体系及结构 将带动菜品供应端的品牌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食材供应链将有可能被重塑 食材从生产 运输 加工到销售 整个环节将会重新建立 六 社区团购市场的发展与机遇 受疫情影响 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工台物价的案例 政府部门都做到了及时有效的处理 但是 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地区物资确实出现了紧缺 受疫情影响 各个小区自主的开始团购各种物资 进一步促进了社区团购的发展及形成 如何做好品质保障 做到快速的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 必然会有更加专业专职的人员或者公司形式形成品牌化运作 特别是针对居民的水果生鲜米面粮油的基础物资 第七 餐饮行业的升级与洗牌 受疫情影响从03年非典到当下的新型肺炎 都是从餐饮市场引发的疫情危机 所以 饮食监管将会越来越严 餐饮即将迎来升级与洗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激烈 第一 这次疫情 致使很多的大型餐饮宴请业会的需求降低 对很多以大型业会占主导业务的餐饮企业来说 几乎是灭顶之灾 第二 疫情在没有完全解除之前 消费需求下降 但餐饮企业的房租 工资等固定成本变化并不大 大多数餐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 盈利相对较弱 尤其是新开业的餐饮或者是奶茶等企业 几乎是压倒乐陀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以及认知在转变和升级 以前关注的是好吃 环境好 服务好 新奇等 未来消费者将更加关注食品的健康与安全 干净卫生将成为消费者选择的首要条件 这将极大的推动餐饮行业的品牌建设 小作坊的消费市场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四 餐饮行业将会迎来更加洋恶的市场监管 疫情过后 国家相关部门一定会加大食品安全的检查力度 国家有可能出台新的食品安全法律 以保证食品安全 这将对脏乱差的小型餐饮带来极大的影响 第八 个人自媒体行业的普及与升级 受疫情影响 自媒体平台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和更多的流量 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接触到了自媒体 随着国家全为媒体的入驻 及时细细的播报 极大的带动了自媒体平台的发展 同时也将带来自媒体平台的升级与优化 受此影响 自媒体将带来以下机遇 第一 自媒体创作者将会越来越多 第二 企业更加关注和重视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 企业自媒体将会快速入场 第三 个人自媒体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同时也将有更大的收益 第四 自媒体培训及服务市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五 视频制作和摄像机剪辑制作器材将有大量的市场需求 第六 视频制作的技术服务将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第九 副业将受到更多职场人的重视 受疫情影响 很多人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收入的变动让很多人陷入了焦虑 为什么焦虑 就是因为收入来源太单一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是当下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受此影响 兼职行业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发展 各种兼职平台在疫情过后会有很大的发展机会 第十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份 或许迎来新生儿的高峰期 受疫情影响 很多人都宅在家中 促进了家人的团聚 增加了家人之间的相处的机会与时间 适当夫妻难道有较长时间的接触 或许十一月份将会迎来更多的新生儿 受此影响 母婴行业也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 此次疫情我们不要恐慌 相信国家保护好自己 不要过分的焦虑 危机之中也存在着更大的机会 积极努力的提高自己的认知 寻找更多适合自己